一鳳 現在這個兒童刺死這個事件 越鬧越大 其實這畫面太誇張了 連兒福聯盟的社工被帶走 而且社工被帶走 看不到 是上扣 這個畫面其實我們早上的時候 去搜索的時候就覺得狀況不太對 一般來講的話 你去這種機構NGO的話 你大概東西扣一扣你就拿走了 但是沒有 他除了扣東西之後 把這個這個誠信社工給帶走 而且他不是 上扣 對而且他不是 他那時候帶去地 不是直接帶去地檢署 他先帶去警察局 帶去警察局的時候 還沒有上扣 出來的時候上扣 表示什麼意思 公了 表示說他一定在這個 文山二分局的 偵訊裡面 把東西給交代出來了 因為現在家屬跟他之前的保姆 就一直在抗議一件事情說 如果你是一個合法的社工 如果你是有專業知識的社工 怎麼可能好好的一個小朋友 三個月 頭髮掉 指甲不見 你看到 你不覺得奇怪嗎 因為是 兒福一直告訴大家說 你不能怪我們啊 我們去訪市的時候 只能拍拍照啊 怎麼可能脫光他的衣服看 哎 他是指甲不見耶 指甲不見 你需要衣服嗎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點叫證明的一件事情 他有沒有去看 他就算有 也不是每次都去看 所以呢 他現在來講的話 他已經變成被告了 因為只有被告才會上銬 那至於他是什麼 我覺得他的低銷 應該是偽造文書 因為你現在來講 你NGO 你兒福聯盟 你拿的是政府的補助 一部分的補助 然後你轉介出去 所以呢 你現在來講 你製作的這一份 仿視紀錄 不是你機構內的問題而已哦 你是拿公費的 對 你這個是有公家補助的 所以現在有沒有偽造文書問題 這是他的基本消費 一定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第一個 你有沒有去看 如果你沒有去看 你寫了這個報告 你就偽造文書 然後呢 你去看了以後 你等於說稀里呼嚕的 人家額頭已經受傷了 指甲已經受傷了 至少 你腿可以掀開一點吧 也都受傷了 你居然看都沒看 寫報告說沒問題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一定有偽造文書 那這個偽造文書可大可小 你真的就是一個社工 你就可以搞定這個事情嗎 我上面沒有頂頭上司嗎 我上面沒有專業的supervisor 來看我的這個檢查報 我的探視報告嗎 如果有的話 大家一起進去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早上 到兒福聯盟去搜索 搜索到下午 讓兒福聯盟都站出來 開記者會的時候 搜索還沒結束 這代表說這一次北檢是完真的 他是一副這樣噶進去的 好 那這個是 而且 你以前的同事 他們也看過這家 對 他說裡面 你如果正常人都知道說 裡面很障亂 對 裡面非常的不適合 小孩子去住 我說一般人都這樣子 難道社工不知道嗎 對 社工應該站在比較高的一個角度 因為你要照顧的是比較小的一個朋友 而且呢 是家庭背景需要資源的一個朋友 如果說正常的像主播他們去看 他們去看就知道說 哇 這個不行 髒亂 黑暗 而且有問題 對 髒亂 黑暗 而且他的空間是應該是不合格的空間 因為他們主播他們講說 他的浴室非常的狹窄 其實大家有養過小孩 生過小孩 照顧小孩就知道了 這種Baby 你的浴室一定要大 為什麼 因為你幫他洗澡 你要一個盆子 所以呢 你一定要特別的一個空間 甚至這個東西 你社工人都不知道嗎 現在來說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要轉嫁 為什麼要轉介給他 因為你之前有一個保姆 那個保姆之前對他不錯 對 可是阿富雷蒙講 對不起 你不是我們合格的 這個合格的部分 我們要找我們合格的 就你找一個合格的 是一個會殺人的保姆 對 而這個對他很好的保姆 你跟他講 不合格 那以後我怎麼相信你 兒福聯盟的認證呢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兒福聯盟 他可以指手遮天 當這些有家庭 有狀況的小朋友 出來之後呢 你就只能透過兒福聯盟 來轉介 那這轉介之後呢 之前OK的 你不給他用 甚至他說 沒關係 我來給你認證 我來給你認證 我來爭取 他說不要了 我們政策改變了 我們現在不接受新的夥伴 對啊 你為什麼 你憑什麼去擋人家呢 你前面的保姆 照樣講 我如果是一個 我是外行人 可是我都知道說 這個小孩子要放在他最熟悉 最感覺 安全感的地方 如果之前的保姆 就安然無恙的話 那照理講 就應該給前面的保姆 沒錯 而且小朋友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叫做連續性 之前照顧他的 就是這個保姆 這保姆後續 準備要做什麼動作呢 他準備要收養他 所以他的媽媽 才去拋棄了 他的這個 這個扶養權 所以如果你為了 這個小朋友好的話 你法律程序再走 你另外一個地方 你就讓這個保姆 繼續照顧啊 然後這樣收養的 就是他的孩子啊 印塞給這個保姆 印塞給這個保姆 才出現這個狀況 而且你再去查 兒福聯盟的財報來講 還有 他們去買房地產 我都不知道 你是營利單位 對 還是福利單位 對 這個財報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中華財團法 中華民國 兒童福利基 文教基金會 你這樣劈里啪啦上下 哇 這個現金 約當現金 這個東西 劈下來大概多少錢 46億 你竟然有這麼大的一個資產 然後呢 買房子是什麼時候買的 2019年買 買房子拿多少錢去買 3.7億 3.7億 買內湖的一個商辦 買一整層 750平 我們那時候就嚇到了 你說有這一個兒福聯盟 對 有錢到 一口氣出了3.7億 買一整層樓 對 你2019年 你拿那麼多錢去買 然後重點是 你的支出比低於5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今天捐100塊給你兒福聯盟 我希望你去做好事 希望把我的善心拿去 真正有需要的人去 但是他沒有 感覺上說 你這個基金會 你這個兒福聯盟 到底是在幹什麼呢 我看有人做整理是 你如果加福基金會 一年大概收50億 可是你知道 我收了50億 我93% 也就59 45 48億左右 我是等於說 我要支出去 對 收50 45億以上 我要支出去 世界展望文會 一年收40億 可是一樣 98我是出去的 伊甸基金會 收20億 93出去的 創世 10億 77 也有77喔 結果發現裡面最少的 你看陽光基金會 他支出的 116 我還搞不好貼錢 對 合福基金會 收8億 你只有48% 連50都不到 對 50都不到 那你剩下的50放哪放口袋啊 對 所以呢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捐錢給你 那我們這些人捐錢是為了什麼 是希望你代替我們 你可能有你的專業 用到可以用的地方 48% 48% 你100塊 你竟然只用了48塊 然後呢 你最後告訴大家說 你需要一個很大的辦公的地方 不是吧 你需要的是說 你多一點社工 然後多一點這個比例 然後去照顧他們 結果沒有 他們是把錢拿去買這個房地產 而且 然後他們的資金 他們的這個資產越來越大 而且他的剩餘是越來越多 對 其實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就很奇怪 因為你做這種NG 你不會讓自己的資產 膨脹到那麼大的 這個莫名其妙嘛 因為你不是賺錢的團體啊 人家是委託你去做善事 人家是希望你左手到你的口袋 可是你不是放在你口袋 是你去做好事 幫我照顧那個 我沒有辦法照顧的人 而福利聯盟 這種48%的蜘蛛筆 你看像不像一個神獸 貧胸 只進不出 全部都肥到這裡 然後他的資產 一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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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點多億 大到四十幾億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 有什麼貓膩嗎 雨萱 你是台大社會系的 台大社會系 你剛剛講 你跟社工 也非常的一個熟悉 這件事情剛剛講的 而福聯盟作為一個福利單位 第一個 你所有的管制 可以這麼鬆散嗎 還有你今天負責的社工單位 居然被上了手銬 這中間一定有問題嗎 錢可以賺這麼多嗎 寶梁哥 各位報告 因為我們台大社工系 跟社會系 是在同一棟系管 所以我們每天朝夕相處 大概課都有共同修 我先講這個最大問題 我直接定掉了 絕對是在而福聯盟 我先講各位 你要知道一個概念 台灣的社工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台灣社工最大的問題 通常一個社工 你知道寶梁哥 要照顧多少人嗎 多少人 八十個人 那你知道標準 原本是幾個人嗎 三十五個 那你知道照顧這種 嬰幼兒的標準是幾個嗎 十到十五個 所以我跟各位保證 而福聯盟在使用人力上 他們有著四十五億的資產 有著這麼多的錢 每年兩億的善款 但沒有合理的分配到社工市場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個 我跟保證你先說 如果我有這麼多的錢 照講我應該好好 僻起很多的人力 這個人力 才有辦法應付我的需求 當然嘛 我就問今天一個社工 只要顧十個小朋友 這個叫合理標準 他會顧不好嗎 當然顧得好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位社工好不好 他原本也是台大法律系的 他是說 我為了要做社工系 我為了要輔導 我讓他去幫助這些小朋友 我才轉系去社工系 你說從法律系轉到社工系 沒有人會做這種事情 除非你有特別的執念 那我就問 這樣的一個台大社工出來的人 怎麼最後面會變成一個 虐嬰案的方秀 天啊 很奇怪嘛 我跟妳講 制度系統性崩壞嘛 我可以去當律師 我不當 我要當社工 然後最後我去協助人家虐嬰 我跟各位講 我覺得啦 九成機率啦 他連視察都沒視察 保證你覺得為什麼 根本沒空嘛 搞不好 根本連看都沒有看嘛 所以他跟這個保證 你要看他那個對話紀錄耶 他的親友 各位就是我們右邊看到那邊 是有關心的喔 他有說不對啊 我小朋友 額頭怎麼會去撞到 他說 哎呀沒有啦 他最近去玩啊 玩的時候碰撞啦 我還很擔心啊 我跟保姆都很關心他 各位 你不要擔心太多 他在講什麼 是在掩護犯罪嘛 所以掩護犯罪 只有兩種可能性嘛 一 你知道真實的狀況 但你跟著這個保姆一起說 二 因為你人太忙了 連去都沒有去 所以保姆跟你講什麼 你就配合他演出 照單學周 跟這個家屬去講嘛 再來他講到什麼 他說 這個小朋友牙齒的撞掉 不對了吧 結果這個社工說什麼 說因為他磨牙啦 磨牙磨得很厲害 所以最後才會這樣子 各位 我們用嘗試去想想 你覺得家屬買單嗎 家屬不買單嘛 但家屬無能為力嘛 直接跟這個社工講說 我姑且信之 但我跟你講 你這個小孩真的要照顧好 不要這樣子 那社工說有啦 我們很有愛心 這個是什麼 他在掩護這個保姆所作所為 這只有兩種可能嘛 我剛才講的嘛 但我姑且還相信說 他是因為沒有去視察 所以才配合這樣的演出 但我最後講一點 你說他一開始是有 有愛心 對 有愛心到從台大法律 去轉台大社工系 對嘛 他是台大法律學生 後來他說 你不要去法律 我寧願去社工 因為我想要做社工 那我就問 怎麼會做回這種護航幫兇 而且最令我罰指的是一段 這個家屬有察覺到一樣 說我希望能夠換 相關的保姆 他有提出問題耶 結果你知道那社工回答說什麼 他說為我們的政策關係 沒有辦法 所以各位 我再講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悲劇 跟這個不幸的案件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而且家屬也有注意到了 但我必須要講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是你沒有去視察 還是你跟這個保姆恨成一氣 然後跑去掩蔽他 但我最後回歸到一點 請問不管這個保姆的影界 不管這個社工到底是責任太大 或者是壓力太多 或者是暗量太大 或者是他就是壞蛋 那請問 背後到底主導的是誰 都是你兒福聯盟嘛 所以你兒福聯盟沒有把這些事情交代清楚 一昧地推給說 哎呀你是個社工啊 你要自己跟社會大眾負責 你要跟社會大眾交代 少來了 你兒福聯盟才要出來面對嘛 你長期去追蹤所謂的公益信託 這個是不是也是類似 這個是福利單位 這是社福單位 社福單位剛剛講 之前最早在2019年 他花了3.7億去買內衛動房子 大炸鍋是 我給你錢 是要你去補助那些辛苦的人 結果你給我花了700多坪 你需要這麼好的辦公室嗎 當然我也希望你有好的工作環境 可是大家覺得 你的剛剛講到 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比 也扯太多了吧 是 保姆哥 我其實從追公益信託的時候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有種感覺 慈善是門好生意 什麼叫慈善是門好生意 因為像是以財團法人來講 很多人就是因為說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照顧老人 我沒有辦法親自去 所以我會捐錢給什麼單位 我會捐錢給什麼單位 像這個兒福 主要是希望你照顧在兒福這個部分 但現在情況來講 很多人以這個名義 來寄來了很多錢 可是他竟沒有把這個錢 用到真正需要幫助 因為我們財團法人的法規是這樣 如果是五千萬以下 就是營收進來的話 你至少規定就是你要做六成的公益 你這個錢不拿去做公益的話 你要被面臨到磕碎的問題 如果移收超過一億的話 你至少要做到八成的公益 你不拿去把這個八成的成員 拿去做公益的話 你是要繳稅的 結果你就會發現那不對啊 為什麼他可以只做45% 那是不是有繳稅 他又沒有繳稅 為什麼他又沒有繳稅 因為有一個後門條款 什麼叫後門條款 你只要節餘經費保留計畫 什麼意思呢 我這筆錢要留著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這種是募款單位 不一定每一年都有這麼多錢出來 所以我有時候要預留啊 我可能第二年第三年 沒有那麼多錢進來的話 我這一筆錢可以變成 是我未來因應要用的啊 問題就出在這裡 他很多預留錢 越流越多 越來越多 他變成是一個漏洞 變成是他錢進來了 可是他可以每一年至少50%留著 而且不繳稅 你哪有說 你今天做一個福利單位 你錢只進不出的 保證哥 我跟你講 我剛剛把所有的一些 他們每一年公佈 登記在司法院的這個財產的申報的 調出來 我少了一遍 我光從2009年看 2009年的他的資產 當時在司法院登記的是1.1億 2010年就來到了2.7億 2011年來到了4.3億 2013年來到了4.9億 2014年來到了6億 從2009年的1.1億 到2014年來到6億 翻了五六倍 這也太好賺了吧 然後呢 這個第三任就是從2021年開始 董事長變成現在林志佳 那他現在公告上的也有一個貓膩 你看他上面的財產公告 是10.6億對不對 但是根據內政部另外一個相關的資料 他的總個資產來到45億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以前在跑公益侵託的時候 會面臨到他這個財產的總額數字 跟他的資產會產生一個 比較大幅的落差的情況 因為我沒有把他整份的一個財報 全部的review過一遍 但顯然我覺得他資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進來的錢很多 但是為什麼你每年的慈善的支出比 竟然不到五成 錢明顯跟其他比起來是偏低的 第二件事情 那這個財產 這個這麼巨幅的變化的情況之下 那個錢是怎麼用的 那現在 所謂的有45億的資產 是在哪裡 是屬於動產嗎 是不動產嗎 還是是股票 這個部分其實可能要說明清楚